以前那些粉絲 都對你做了什麼事情 男生是比較正常 女生我真的 他就把這邊 拉一半 牽在這裏 牽在這裏 牽在那種上鏈喔 牽在半球上 一半 到一半 對 那會比如說 拿下頭都會 把我牽這裏 你就把它牽下去這樣喔 你沒想到 你不是想到什麼 還有就是肚子 肚子也要牽 對 還有 還有這邊拉下來 屁股也牽 哇塞 好慌喔 他拉拉 脫下來 對 脫下一半 對 牽不下來 他們的Bang花抬高 抬高 對 我都看到很多這種粉絲 好瘋狂喔 都牽在這裏 最尷尬的 因為我常常演出 會趕那個高鐵 有一次真的尿急急很急 趕快 跑到 跑到那個洗手間 拉電一拉 要尿已經出來一滴了 突然 一個男的粉絲 阿伯 我可以拍照嗎 然後我說 我說你在門口等我 等我 等我尿完病 這樣就有一段 對 趕高鐵 太害怕你跑掉了啦 床長就是說 粉絲會來拍照千年 你還被誤認成 一個很有名的歌手 齊情 齊情 他說齊情老的 就變我這個樣子了 真的 在哪裡被誤認為什麼 我在外面常常被偷拍嘛 然後有一次去吃鐵板燒 我也不知道哪邊拍 然後我網路就噗出來 他們說齊情在吃鐵板燒 我齊得你 你盡棒你搭 謝謝 真的很像齊情啦 有有 髮型很像 他有一段時間 對 留這種長頭髮 而且我就大膽的宣告 齊哥老的時候 就是這樣 跟炒戰鬥 一模一樣的Same 他就是帥 對阿 我們那時候要演兩首歌 因為海角大爆紅 第一首一定就是無樂不作 一定要炒熱現場的氣氛 對 然後第二首呢 就是報告班長 然後因為我們海角劇團裡面 就我一個小女生 他們本來就想說 那你要演哪一個阿兵歌 好像都怪怪的 所以他們就想說 還是你要當班長 然後我就想說 不知道哪根筋 就說好像也不錯這樣 對啊 就是那個帥氣的女班長 然後結果我就當了班長 但是我真的是 連數拍子也數不了 然後因為我們那時候大家 海角拍完 大家都爆紅嘛 然後就接了很多工作 所以我們整個團裡面 沒有時間一起練習 都不在一起 就是每次可能就這邊三個 這邊兩個這樣 就是這樣 我們真的到表演的前一刻 就在後面彩排的時候 才真的全部有人到齊 所以我就一直很緊張 然後拍子又不對了 反正就是這樣 然後最後有一句就是那個 精神答數 我就忘記 因為前面終於我念對了 然後後面一句我就放鬆了 然後就忘記精神答數 看我們的歌聲那個 啊現場觀眾有看出來嗎 應該大家都看得出來 因為畢竟 上面還是有上字幕 然後就漏了一張 所以你那一拍漏掉了 對 而且 其實我覺得沒有關係 不重要 反正就是我很投入 欸 什麼不重要 你咧 沒有榮譽感 投入在那個裡面 對啊 因為那個表演看起來 就是真的是一個 很爛表演 後來第二天媒體 很搞笑是不是 媒體有批評這個事嗎 沒有啦沒有啦 因為那就是 我那時候也才12歲 13歲在表演這個 對啊 所以也沒有人責備你 就是辣拍什麼 大家當可愛啦 對對對 還是滿開心的這樣